你别拉着我 哎 你知道吗 杨子那个棉花包是他妈给他买的 没想到啊 年纪轻轻的就啃老 可不是吗 我上次见过他妈妈 穿得可穷酸了 哎 他妈真可怜 给你 这里一共有三十万 行 正好这个包该换了 一会我去买个包 杨子 你能不能有点良心 你妈赚点钱容易吗 你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挥霍 最看不惯你就有啃老的人了 老板 你想什么呢 这是我家保姆 这钱是他给我收上来的租金 我用我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了 小姐 就踏踏的房租没交了 赶快给钱 走 走 阿姨 这是我老板 你不能不说跟你说话 我的租金金就有点紧张了 要不把我的车底压给你了 算了 你那个手动挡的我都不会开 你都已经够穷了 房租就给你免了吧 走 我今天看到一个大叔开着老司来司 来送杨子上班 怪不得杨子买这么多名牌 原来是包上大款了呀 你们别瞎说啊 万一那是杨子的爸呢 杨子 今天你爸送你来的吧 不是呀 杨子 最近是不是交男朋友了 哦 是交了一个 你看吧 我就说杨子帮上大款了吧 杨子 你来一下我帮我试 老板 杨子 你喜欢这个男朋友吗 那你跟他在一起完全就是为了利益吗 老板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早上看到你男朋友送你来上班了 你这个男朋友得有六十岁了吧 杨子 你不要因为这些物质 一时冲锋了头脑啊 哎 老板 你误会了 今天送我来上班的是我家司机 不是我的男朋友 我的那个男朋友是我爸给我介绍的 为了家族的利益 牺牲我的幸福太过分了 那你这个男朋友家条件应该不错吧 除了人长得帅点 家里有几栋别墅 滚 几辆豪车也没什么了 条件这么好啊 我哥娶老婆花了五个亿呢 呃 这有什么好的 滚 滚 记得关注我哟 找一下杨子 你是 我是他姐姐 我来城里看看他 好 你先坐 我帮你去找他 姐你怎么又来了 我都说我不喜欢吃鸡了 你还把这个鸡带来这么脏 你想让我同事笑话我呀 咱爸非让我给你带只鸡 你就留着吧 哎呀呀我不吃你快拿回去吧 杨子 你姐姐这么远从乡下过来看你 还给你带了一只土鸡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老板我 你看看你姐姐的农村生活多不容易 你再看看你 哎呀看着都让人心疼 当初一定是你家里穷 所以只能供亲你一个人读书 所以你送到了城里 你姐姐留在了乡下 你要知道感恩你知道吗 啊那个老板 这样吧姐姐 你以后就留在我们公司上班 我给你安排个职位 你慢慢学 以后就不用回农村遭罪了 老板呢你误会了 我姐姐是在美国澳本大学毕业的 专门读的畜牧专业 哦 啊 毕业之后专门回国买了几个山 开的养殖场 啊 啊 人家现在上山下山都是做直升机的 哦 人家单单养殖机的地方 比你这公司一百个都大了 日收度比你年收日都多 谁来这里帮你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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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作耻笑吗 对啊老板 你不是说让我自己想办法吗 怎么样 我聪明吧 记得关注我哟 哟 这不是老同学大笔吗 现在就昏倒捡地上的东西吃了呀 上学的时候咱们就你最穷 没想到你到现在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穷 我只是不想浪费粮食 你还和从前一样 狗眼看人低 家里租金都收不过了 你怎么还出来给别人当司机了 老婆是她让我帮忙说我是她的司机 老板 你快下车吧 我要载我老婆回家了 我太难了 老板 跟大家说一个严肃的事 我们公司最近生意不景气 资金回流有点问题 大家到财务市去结一下工资吧 我们就这样散了吧 老板 你先等一下 我打个电话 打吧 喂 爸 我们公司要倒闭了 你赶紧投资个几千万 要不然明天我没地方上班了 快点啊 挂了 老板 可以了 明天我们可以正常上班了 哈哈哈哈 记得关注我哟 下班 哎 小子 你晚上吃的什么 我点了辣椒炒肉 小子 杨子 你怎么就吃这个呀 老板 这是我早上带过来的 也没吃完 我就随便硬子一下就饱了 杨子 你刚出来实习工资也不高 是不是交完房租 就没多少钱吃饭了 老板 我都好久没交房租了 我也是从实习这个阶段过来的 知道这个阶段有多不容易 来 这个钱你拿着 那可不行啊 老板 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你不用不好意思 这钱你拿着吧 好好吃饭才能好好工作呀 老板 这钱您还是留着自己买房吧 我听说您还没买房子呢 买房这几千块钱有什么用啊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吧 其实我不缺钱 而且我不交房租 是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开什么玩笑 你有钱你还能吃这个 还是剩的 老板 这个煎饼可不是谁都吃得起的呢 一个煎饼能值多少钱啊 这个煎饼倒不值钱 但是它里面放的阿尔玛鱼籽酱 就值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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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